是有個哩哩之男 我已經造成了 警方尋現找到54歲下信男子時 他剛從愛河洗完澡再穿褲子 看到警方一點都不慌張 把袁瑾當成的觀眾 開始昔日街頭藝人表演的模樣 唱得十分起勁 袁瑾還可以點英文歌 現場開啟的個人演唱會 英文歌會嗎 說自己唱得比劉德華還好聽 下信男子領友高雄市街頭藝人鎮 去年6月22號搭台北捷運時 在車廂上邊彈烏克利利邊唱歌 不滿遭到勸阻 竟然揚言要殺人 造成民眾驚慌逃跑 而過程中有兩個民眾因此受傷 下信男子背叛6個月徒刑 因此躲到寒洞裡頭 當找到他的時候 他全身刺裸裸的還在那邊洗澡 他有一個山林洞人一樣的生活 由於下信男子在高雄市新絕江表演時 常會失控大喊 而驚信尋佐藏受理他的案子 已經見怪不怪 還會談其他兩個人 在派出所內一談一唱 看來下信男子一點都不擔心要入肩服刑 而看看寒洞的環境 陰暗潮濕沒水沒電的 他居然還會用繩子做成簡易的衣櫥 過著摩登原始人的生活 連警方都忍不住說 他的適應能力真的很強 記者陳國民高雄報導 記者 李宗盛